昨夜为了剧团心系彻夜难眠 早上醒来一时十二点 拿起手机找灵感 眼光却都停留在大奶昧 心想不能再这样下去 用平板看还是清楚点 时间悄悄地从指缝中溜走 换也换不回 留下的也只剩下遗憾这一位 哎 这场人的生活 就是这么自由奔放且颓废 转眼又到排练的时间 我选择迟到一些 毕竟别人的时间不是时间 环顾剧组其他演员 先想 这种长相还是回去教书实际点 从美国请来百老汇的导演 票房依旧少得可怜 更正有进步空间 哎 剧场人的排练 往往就是这么拐瓜裂枣且伤眼 演出前坐在化妆间 让浮躁的心情沉淀沉淀 谁料说话哪眉一出现 紧张马上都不见 我见他细心帮我修眉 一道鸿沟挡在我们之间 我悄声地问 对我是否有感觉 他撇过头笑了笑 看上去更美 和我对手的女演员 突然搭上他的肩 我这才明白我俩今生无缘 哎 剧场人的邂逅 我往往就是干你只钱一百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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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